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来继续啊 我们上节课的这样一个话题啊 这节课呢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tuple 圆祖和list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这个list的列表 这样的一个特性 我们现在呢 定义一个变量A 然后它的取值啊 是这样的一个列表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来看一下 我们用ID啊 我们上节课学到了这样的一个函数呢 来运行看一下这个变量 它所在的内存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关于内存的这个地址 大家呢 不需要太过于了解 太深刻 因为呢 这个呢 涉及到计算机的一些基础 大家只需要知道 每一个变量呢 它在内存里面呢 都是有一个地址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IDA啊 它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一个 尾号为6576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当然呢 这个计算机里面的地址啊 它一般呢 不是用这种实进制来表示 它呢 一般呢 可以用16进制来表示 比较合适啊 比如说这个IDA 好 这个呢 通常来说的话呢 16进制呢 是用来表示这个内存地址 比较合适一下 这个呢 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支持点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尝试着啊 对A啊 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呢 A0啊 我呢 我呢 还是啊 让它等于这样的一个子不算一样 改变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IDA 它的这个地址有没有发生改变 我们看一下 没有 对不对 同样的是59570596啊 好 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上一节课啊 我们在讲这个子不算改变 可视报可改变的时候呢 说举的这个例子啊 当时呢 这个子不算是改变了 对吗 好 所以说呢 这个列表 我们也说了 list呢 它呢 是可改变的类型 如果你修改了这个列表里面的某一个词的话呢 它的这个内存地址呢 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啊 好 那么呢 我们平常编程里面啊 对于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表示 能用得最多的 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这几个 list 然后呢 tubble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典呢 用的也比较多啊 我们主要看前两个啊 list和tubble list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可变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tubble 好 定一个tubble 123 好 首先呢 大家认为呢 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它能成功运行吗 修改啊 原主里面的第一个元素啊 不可以啊 和我们制度专心一样的啊 tubble呢 也是一个不可变的类型 好 由于呢 可变和不可变 我们经常呢 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一个列表来说的话啊 它呢 通常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啊 如果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列表里面 追加一个元素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变量B 然后呢 操作符点 关于点这个运算符呢 我们到后面会讲到啊 大家呢 先把这种形式呢 给替词B和pnd 添加一个元素 好 我们添加一个4号元素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运算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呢 我pnterB啊 会发现啊 这个列表里面呢 追加了一个元素啊 但是呢 对于元组来说的话啊 它呢 是不能够像列表一样 在网里面追加元素 修改是不可以的啊 追加也是不可以的 好 我们定一个C 然后我们尝试着啊 像这个B点和pnd一样啊 我们用C点和pnd 尝试着像这个元组里面 追加一个元素 它呢 肯定会报错 因为呢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元素 追加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元素来说的话 一旦呢 你定义 定义下来之后呢 它呢 就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有些同学呢 可能要问啊 这个很明显啊 列表的功能 你看它支持这样的一个 追加元素 对不对 它的功能呢 显然是更强大一些 为什么还要有元素这种类型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做一下解释 我们编码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呢 最重要的是 你要保持你代码的一个稳定性 我们有时候呢 写一些简单的代码 这个呢 当然没问题 因为呢 这个简单的代码呢 都是我们一个人来编写 别人呢 是不会来调用 或者是说呢 来修改我们的代码的啊 但是问题是 在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里面啊 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啊 把一个很复杂的项目都写完了 我们必须呢 是很多人共同来写代码 那么如果我们是 共同来写代码的话呢 就涉及到代码之间的调用 那么设计代码的调用呢 对于这样的一些 不可改变的类型呢 它呢 是有它的优势的 因为呢 一旦啊 别人尝试修改 这样的一些 不可改变的类型的程序 马上就会保证 根本就不会让你运行 这就避免了一些 隐藏的错误啊 隐藏在你的代码里面来 好 所以说呢 这里呢 是我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能用这样的一个原主 来表示一组 一组这样的一个元素的话呢 那么呢 就尽量的用原主 最好呢 是不要用列表啊 当然呢 如果你需要动态的改变一组 这样的一个元素的话呢 应该还是用列表比较合适啊 我说的是 能用原主就用原主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出一个题目来考试一下大家 大家呢 不仅啊 要能够预测这个结果 还要能够解释出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出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啊 我们之前呢 介绍过了这样一个多维元素 或者是多维多维这样的一个列表 好 然后呢 我们拿这个多维元素来举个例子啊 一二三 好 后面呢 最后一个第四个元素呢 我们呢 我们呢 用一个列表来表示啊 好 这个呢 它确实是一个原主 但是在这个原主的内部呢 我们说了啊 它可以是不同类型的啊 Python的这一点是非常自由的 它并不一定要求 在同一个原主的内部 所有元素的类型都是相同的 也可以是数字 也可以是原主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介绍一下 如何访问到这样的一个 原主内部的这个列表里面的 某一个元素啊 这个例子我们换一下啊 我们把里面的这个三啊 改成四啊 和外面这个三呢 做一个区别 假如说呢 我现在呢 想要访问到这个四 我应该怎么操作啊 或者说代码怎么写啊 我们都知道啊 访问对外层这样的一二三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想访问这个三啊 那么它的下标须号是几啊 是二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三 访问得到了 那么我现在要访问四呢 很简单啊 它那是一个二维的 对不对 我们说过了啊 首先呢 你在第一维里面呢 你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整个列表 它在这个外面的原主里面的序号啊 一二三 好 这是第四个啊 第四个对应的下标 应该是三种的 好 你看一下啊 好 得到了一二四 我们呢 可以从这个一二四的外面呢 再加一个下标 访问所以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结合起来就是这样的啊 三 然后呢 第二个下标怎么确定啊 一二三啊 二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四了 好 这个只是一个二维数组的例子 我们甚至呢 还可以有更多维度 比如说呢 这个四号元素呢 我们再把它改成这样的一个啊 A B C 好 现在我想访问这个B啊 应该怎么访问呢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呢 确定 这个最外面这个列表的位置是多少啊 一二三四啊 三号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确定里面的这个位置是多少啊 一二三 好 那么呢 这个是二 好 最后呢 我们要访问B啊 一二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B了啊 对不对 B 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啊 至少我这些年的编程来说的话呢 我最多呢 是用到了三个维度啊 当然呢 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呢 可以有无限多的维度啊 好 我们现在呢 重新把这个A呢 再给定义一遍啊 A等于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方式 好 如果啊 我们现在呢 尝试着啊 修改这个元族里面的元素啊 比如说呢 我来修改这个二 可不可以啊 我们尝试的修改这个三啊 可以吗 我们试试一下啊 很显然不可以的啊 比如说我把二号元素啊 改成这样的一个字不算三 可以吗 不可以啊 因为它会报错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这样尝试的修改一下啊 我们现在尝试的 把这个死 给修改一下 好 A 三 二 好 我让它呢 等于字不算四 大家觉得可以吗 好 那么这个结果呢 是显而易见的啊 写到这里的时候呢 只用回撤一下 就能看到结果啊 但是呢 我想 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啊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是可以实现修改的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因为 被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